两个央行货币政策的明显反差的显示已经对于汇价造成了影响 自从2014年周欧美元开始反弹以来 欧元对美元已经出现了20%以上的贬值 不过瑞幸认为这种政策差异化所带来的震荡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 未来美债和德债收入率将会出现更加显著的分化 瑞士新代全球首席研究主管也建议全面做多美元对欧元极锐了